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中共党魁满眼是敌人王沪宁 霍伦内奸 进入第三任期的中共党魁习近平 对自身安全的极端重视引人关注 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近期生言要除内奸 分析指 习现在满眼是敌人 一定有内奸藏在高层 而王沪宁最近可能也受间谍案牵连 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日前发文提出 搞反颠覆 反霸权 反分裂 反恐怖 反间谍的无反运动 声言要除内奸 陈一新被视为习近平心腹之一 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5月20日 对大纪元表示 专制集权者为巩固自己权力 都会树敌无数 习现在满眼都是敌人 包括习自己的手下 他们可能是表面顺从 实则在等机会造反 所以习要搞所谓的除内奸 而被委以重任操刀除内奸的人 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别人 共产党这个斗是骨子里边的 奴才之间互相也要争宠 也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要去掌握对方的短处 去打击对方 从上到下 没一个人觉得是安全的 内奸的说法在中共文革时期流行 当时指向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 包括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 李元华说中共官方说的内奸 一定是指向高层官员 而不是低层 内奸可能是前朝的遗臣 比如李克强时代那种管经济的大臣们 虽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他可能对习现在的经济政策有看法 没积极响应 习就可以定你为内奸 独立时评人李国焘 5月21日对大纪元表示 毛泽东当年和刘少奇 林彪等高层自相残杀 习也会一样 他现在抓内奸的重点 应该也是在他的党内高层同僚当中 或者也会延伸到中层以上的官员当中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 5月2日曾在海外X平台上撰文表示 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官员 去年也不断遭到清洗 比如当时的新任外交部长秦刚 和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 以及火箭军一大批将领 说明习近平身边的钉子 内奸是无处不在 防不胜防 陈一新抛出无反 更多是恐吓党内官员和异议人士 不许任何人轻举妄动 不许任何人说三道四 中共国安部去年以来高调反间谍 打击所谓内外勾结 而近年已不时有海外华人学者回国 被以间谍之名抓捕 有分析认为是涉拳斗 日本亚西亚大学中国籍教授范云涛 去年2月临时回中国后失联 多名消息人士称 他很可能被中共当局拘捕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前局长 资深媒体人吉村刚史 4月23日撰文表示 范云涛与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同为上海复旦大学校友 两人关系密切 由于王沪宁是位高权重的中共高官 往往在背后发生某种政治博弈 范云涛很可能因此被牵连 独立时评人李国涛对大纪元表示 假如王沪宁的这位好友被当作间谍抓了 可能表明习近平对王沪宁已经开始动手了 现在没公开 很有可能习还在犹豫当中 下面请听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徐一扬报道 中共农业部长唐仁健被查农业高官 认上落马罕见 近日 中共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被查 这一消息颇为突然 因为在落马的三天前 唐仁健还公开参加活动 此事件也显得尤为罕见 因为近年来 中共农业部门先有高层官员落马的情况 5月18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消息称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正被审查和调查 唐仁健落马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5月15日 据农业农村部官网消息称 当天他出席了在陕西咸阳召开的全国乡村人才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 唐仁健是中共三农及农业、农村和农民与财经领域重要的政策制定者 从事三农政策研究工作接近40年 长期担任农业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要职务 官方履历显示 唐仁健现年61岁 重庆市人 从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身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后 即进入原中共农牧渔业部 此后15年内 由政策法规司科员逐步升至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之后 唐仁健进入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等 中共党内高级别意识协调机构工作 2014年和2017年 唐仁健曾两次外调治地方政府 分别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区政府副主席 以及甘肃省委副书记 省长等职务 2020年 唐仁健从甘肃调回北京 接任农业农村部部长 至此番被查 唐仁健担任农业农村部部长三年半 值得注意的是 唐仁健还是中共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针对唐仁健落马一事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 5月20日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共高级官员通常由中纪委的特别部门逐一审查 此前查了金融和军队系统 如今轮到了农业部门 王军涛表示 审查唐仁健这种级别的高官 通常由中共中央派出的高级巡视组等特殊工作组进行 主要调查其政治忠诚度以及贪腐问题 如果发现该官员卷入权力斗争 例如之前未发现其派系归属 但现在确认后就会将其拿下 这些巡视组不会同时检查所有部门 而是逐个部门逐一审查 当某个部门成为检查对象时 该部门的一批高官往往会落马 而其他部门则相对稳定 任内大力推广转基因 中共官方媒体称 在任内 唐仁健是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和水稻上山的农业主管官员 今年1月23日 中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农业农村部已向26家企业发放了转基因玉米 和大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并将推进相关工作 他称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 中国于2021年 启动了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试点工作 到2023年 试点范围已扩展到河北、内蒙古、吉林、四川、云南 5个省区20个县 并在甘肃安排了制种工作 2023年12月25日 中共农业农村部在官网发布第739号公告 宣布已向85家企业发放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其中 包括26家公司的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 和10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获批 此前 中共当局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 有棉花和帆木瓜 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作物 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甜菜和帆木瓜等 2021年10月11日 俄罗斯监管部门发布命令 暂停从中国进口某些种类的玉米粉条 玉米面条、玉米片、巧克力蛋和甜点等食品 俄罗斯官方公告称 在这些中国食品中检测出了玉米基因改造DNA和大豆基因改造DNA 含量超过0.9% 部分样品中的违禁含量甚至超标4倍 公告称 为防止俄罗斯民众大面积患非传染性疾病、中毒 上述食品暂停入境 直至另有指令为止 一名中国基因研究专业人士 匿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毒害全国的中共基因食品运动的文章 文章披露 基因改造作物含有抗虫或抗草毒素 这些活性毒素能够自我增值 当这些毒素进入人体后 很可能插入基因中 破坏原有基因 并持续产生毒素 毒害自身和后代 即便此时停止使用基因改造食品 也无法摆脱其毒害 文章还表示 中共农业部制造假象 一方面宣称从未批准转基因粮食种子商业化种植 另一方面操纵媒体 不遗余力地推广转基因 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然而 各级特供食品均杜绝转基因 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严加检测 禁止向外宾供应转基因食品 以确保食品安全 中共官员自己所食用的都是特供食品 实行农馆执法引众怒 唐人健在任时 2022年底 中共农业农村部宣布 自2023年1月1日起 正式施行所谓的农馆执法 并在全国各地的农业农村部门设立农馆执法机构 农馆全称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中共当局声称 其主要任务是 打击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受药等侵农害农的违法行为 不会干扰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公开信息 农民们的种地方式、种植的作物 甚至晒被子的地点 全都受到农馆的严格管控 各地网民纷纷上传视频和图片 揭露农馆的种种行为 如在河南、山东、山西、湖南、广西及东北等地区 出现了农馆抢夺农民牲口等物资 随意砍伐农家果木和山上的树木 毁坏庄稼作物 并强推退林还耕政策等情况 自2018年起 中共就开始组建农馆队 2022年底是县两级机构组建完成 数据显示 全中国已成立2564个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机构 在编在港执法人员超过8.2万人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